和殯利司機爭執 事件最終人網上推到上報 曾先生就說沒什麼好平反 我告訴你其實可能是壓力大 事件發生至今 曾先生飽受網民批評 而他亦只有一個說法 我不要得罪你 是不是 你弄我幾下 你還要這樣拍片 你不是陰我是什麼 報警 說你瘋了 拍片上網瘋的 你不想自己做什麼 輸打贏要 每個都是這樣 那怎麼開呢 面對被批評被起底 他都很坦白說 沒什麼好說 說來都沒用口筒被吵 先入圍煮了 就算我現在說什麼都好 他們都是當我吹水 發生了 我轉車什麼 大炮 我不是車貨車大炮 那我和你說來做什麼 浪費氣 你不斷判我 我是這樣的人 我說什麼都會這樣想 說來做什麼 你都不認識我 你不認識我 你真的要批評這件事 那你就繼續 做了貨車司機七年 他承認有很大壓力 換車牌 轉行吧 原本想要轉行 一向都想 不夠工作 不得止 抱著車子 沒時間 半夜三間都不敢回家 為什麼 不是機家有鬼 還沒夠錢 大佬 只是港台 五千元 車場呢 二千多 只是七千多 不是太陽能 不是Tesla 底級不是電池 我吐就有吐電 激到有吐電 一說到駕駛車的司機 他就最大反應 不是沒有品 他就覺得自己威威 看來不起 你就追我 你追到我嗎 會 會開車 我是怕了他們這些車神 所以我就不玩 我給你一個馬路 車神 你做了 不妨礙你